高喊動蒜 民進黨立委何志偉選前擔任 臺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競選總部副主委 不過隨著綠營在九合一大選慘敗收場 何志偉炮口向內 點名前秘書長洪耀福等人 是敗選主因 引來雙方隔空交貨 臺北市議員劉耀仁在臉書也炮轟何志偉 曾說你立志選臺北市長 勸你 全臺北市最有私心 最有心機 最擅長政治算計 最難相處的就是你何志偉 閉上你的鳥嘴 我們每個人都是戰犯 全黨都會一起來承擔 這時候其實炒給大家看 當然也是一種這個大名大放 而選前 頻頻為民進黨候選人站台的藝人 鄭家淳也看不下去 綠營側翼網軍 被高嘉瑜和臺北市議員王世堅 認為是敗選主因之一 在臉書表示 不認同支持民進黨的民眾開粉專 不但被打成一四五零 還要被怪罪敗票 甚至得負擔極少數偏激粉專的狂言 真的很不公平 台雲市前議員王浩宇 更說高嘉瑜是增加對手火藥的搖擺者 是賣褲子 賣襪子的 那我是覺得說那如果他的言論 並不是這麼重要 可能只能在自己的同溫層取暖 那事實也顯示多數的民眾 對於他的言論並不同意 地方選舉大敗 不只引發 綠營內鬨紛擾 也讓網軍側翼的各種爭議言論 成為選後關注焦點 華氏新聞直高彭冠林 張元春 陳一偉 台北報導 就有個客人 我們不宣傳 我們會有關 如果 京